郭仲秋的往死案件有重大的逆转 三个人等被羁押了 看看哪三个人了 看到没 这三个人被羁押 最主要呢 当然就是包含了副理长何江忠 还有呢连长徐信正 以及范佐宪 看看这三个人被羁押之后呢 在今天的26号呢 他们的律师有提出抗告哦 但是抗告有效吗 看看现在整个案情 已经移到了陶检跟陶院来办理之下 许多的新的事证跟物证 已经开始出现了 像在今天的时候呢 石台平法医也到了陶检去 因为陶检最重要要深入了解的 就是在洪仲秋的死亡的状况 还有包含他身体解剖的状况 看看之前军检的时候 根本没有去找石台平法医 来了解状况 整个案情的侦办 在司法单位来说呢 是非常的详细 而这三个人等能够抗告成功吗 还有在最近到了 这个礼拜的时候 会有什么新的事证在出现 我们今天就要来深度的讨论一下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资深媒体人彭华盖 资深华博士陈耀宽 还有包含了我们的社会记者高华香 还有我们等一下呢 就会来到我们现场的资深军事评论员张有华 因为他现在呢 正好在外面有一些资料正在搜集 等一下就会告诉大家最新的一些讯息 但是呢 今天呢整个案情的最新讯息就是 池台平法医 他到了陶检去了 因为陶检最重要的是要知道 洪仲秋的解剖之后呢 整个身体的状况 跟他死亡的过程当中 他为这代表的有什么样深度的含义 所以你就会发现民间的检察官 人家办案的逻辑跟军检就不太一样 收押很快就提 马上收押 对不对 一样 你死 你这个洪仲秋的死 你应该问谁最快 你不可能问洪仲秋嘛 你就是问他最快 马上找来 今天马上问 你解剖看到什么 依照你的经验 你觉得是怎样 好 OK 那观众朋友 我们就不要在学以前军中那个 那个在捉迷藏一样 什么未确认啊 还是什么呢 光个他为两个字 以外事实啊 军方的解释就变一堆名字了 我们就不要再让口令了 十台平法医就名讲 就他为 他为就他杀 他杀就他为 OK搞定了 对不对 好 我这边就讲到这边 好 那问题是 现在如果既然是他杀 那法院 那个检察官就要问啊 那是谁造成的呢 好 谁造成 观众朋友 我们来用一个逻辑来推 谁造成 我们就要用最末端反推回去 先来看急救的过程 对不对 所以呢 明天 可能就会把吕梦颖叫来了 吕梦颖我们晓得 就是最后帮你洪仲秋 送去医院的那个医官 他现在是已经退伍到双额医院去 当医生了 对不对 可是就把他找来问 你到底在最后的20分钟 你的急救过程是否正确 因为军方一直想要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吕梦颖身上 好 是否正确 好 第二个 那你开救护车 开到这个医院的途中 你有没有失误的地方 比方说 你没有鸣笛 你只有闪 你没有鸣笛嘛 为什么嘛 OK 这是吕梦颖的部分 我们来讲 这个人就特别了 观众朋友是不是觉得他很陌生 他是一个忠孝的医官林维安 其实呢 当过兵的 被他带过 我都觉得他人还不错 但人不错归不错 但是你在网路上 po了一段文 有没有错 就要查出来了 po什么文 他曾经在7月7号 po了一段文说 整个那个吕梦颖急救的过程 因为你不在场 你不是吕梦颖 你没看到 可是你却可以讲得跟吕梦颖 当时描述了什么 几乎一模一样 那我请问 你是看过了什么 他就讲 他当时在颇文讲 我看过监视器画面 那就恐怖啦 哪里恐怖 你要晓得 这监视器画面 当初不是说不见了吗 是啊 那为什么你说你看过了呢 正常来说 应该没有人看得到监视器画面 结果检察官就把他叫来问话 观众朋友你知道吗 他怎么说 怎么说 他说 抱歉 我在网路上是乱说 怎么可能 堂堂忠孝怎么可能乱说话 那你觉得他是受到什么 上面的压力 OK 好 观众朋友我现在下个结论 到底你是在网站 欧白说 还是现在他感觉 不能说 还是你不敢说 观众朋友 你觉得呢 看看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陶检的侦办方向 开始做了一个大幅度的转变 这个转变是 均检没有办法做到的 因为陶检的办案经验 非常的丰富 他找了石台平过来 他找了军医过来 最主要目的 就要厘清在整个案情过程 还有包含了监视器画面 究竟有没有人看到 但是我们的华香呢 他今天也都深入的去了解 因为最重要是 三个羁押人呢 他们的律师 可能要提出抗告了 那在未来的整个案情 会不会有所转变呢 好的 其实我们先讲 他们今天的状况 因为今天是 就是他们三个人 被受压之后 第一次绿舰嘛 所以他们家属我去看 然后这是根据在 旁边其他受刑人家属说 这时候范左仙 一看到他的家属来 在里面哭得相当的凄惨 范左仙这么难过 对 所以让大家印象深刻 因为一般人可能 就是只会找我自己的亲人 没想到就去旁边 谁哭得那么惨 又一看是范左仙 然后荷家中的太太 他一大早 他就去找他先生 带着自己的小孩去找他先生 为什么我们会特别讲过他 因为当初在开庭的时候 荷家中的太太 当初在法庭上 把关于说 这三个人要提押 太太立刻就开始喷雷 哭得相当的惨 然后就一哭以后 就有荷家中太太坐在前面 他一哭 后面徐训生太太 跟着也哭得出来 之后连范左仙 他姐姐出来的时候 也是红着眼眶 看得出来 其实他们的家属都对于说 其实这三个人 在这次几家庭 其实他们还对他抱着 很大的期待 可以跟家人一起回家 可是没想到后来又变这样 只是就是讲到当初 就是开庭的状况 其实这范左仙 我们以范左仙来讲 其实范左仙 他就是一直都用 他很擅长的结巴跟口级 这两个来应付法官 因为其实当初在法庭上面 这个检察官问了他62个问题 然后一开始他都回答 结结巴巴 结结巴巴 可是X先生说 他在部队里面 可是零压力齿 怎么到了法院去 都变成结结巴巴了 对 因为当初 他三次开庭 我三次都去听 他三次其实都是一样的 都是结结巴巴巴 然后口级 所以法官都会很没有耐心 会觉得说 我问你A 然后你跟我讲B 那到底这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还是说他不敢说 所以他故意用这种方式 来淌赛法官呢 有可能 因为毕竟其实因为依照 其实现在桃院法官 他们的见解 他认为说其实这东西 早就已经有串正串好状况 所以其实可能大家口径就一致 所以有些东西 他可能问到他 他不敢讲 因为毕竟在这次 庭上三个人 他官位最小 对 他是直接的执行者 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 直接把话讲出来 所以开始结巴 但是不回答又不对了 对 可是每次只要到 检察官桌面要结辯 就检察官问他说 就是我们必须要压你的时候 这时候他就会开始 很流畅地说 他流畅说什么 他说我真的没有串供 然后不管说检察官认为 说他的理由是说 你为什么就是第一次 就是小宝之后 你还会回五十两旅 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 他都会说我没有串供 所以其实在他整个 庭上的表现里面 他就是我没有串供这些话 他讲得最流利最顺畅 只是这次草原地院 为什么他这个积压体会大逆转 原来是因为法官 他列出了六大理由 不过这六大理由 其实法官追根究底 就是认为说 其实他们这三个人 从头到尾都是在串正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认为 因为原本在之前在军院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说 视频因为他可能只是行政 这样的书师这样子 不过在桃院法官 他仔细看了卷以后 他发现这视频因为 他本身就有问题 为什么有说有问题 因为他想投票单他不见了 然后影印本还少了一张 而且其实法官他还有在庭上 他就直接问三个被告说 为什么你们 只会有一个这么夸张的状况 因为一个投票单 竟然会有三种不同的版本 怎么说三种不同的版本 因为他影印的是一种版本 不过当初他们问了人事官 人事官说我这个投票单 我是哪一张A4子 随便四成六等份 来当投票单的 刚好跟这个 附的影印本完全不一样 那这样子已经对不上了 对 完全就是跟人事官讲说 我是哪一张A4子 私成好几份 让你们来作为投票单 结果他们说是影印的 完全都逗不上了 对 然后加上另外一个证人又说 我当初看到投票单是什么样子 结果既然一个投票单 竟然会有三个不一样的版本 那表示就有人在说谎了 而且法官那时候 还有质疑他们三个 他就直接问班主线说 为什么这个视频会 你主持的吗 为什么签名 签到本签名跟投票单上面签名 同一个人 却两个笔记完全不一样 什么 还会有两种不同的笔记 那也就是说江中逢他签名 还会有两种不同笔记出现吗 对 所以法官就觉得说很夸张 他觉得你一个视频会 你这是一个必须要列入 当做证据的东西 你用不见就算了 而且你既然有这么明显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签名 那你这根本就视频会 你当初是不是就是大家随便开 所以说你根本一开始灌红重球 你这基本的理由 你就没有了 一开始就串证 所以法官就认为说 他们三个人 一直都有这种串证的疑虑 所以说这次才会加他们积压 而且因为法官他们还认为说 他们三个人非常喜欢讲电话 为什么说喜欢讲电话 因为法官有掉他们的通言记录 他们通言记录里面 既然说你看光看这个 秘密妈妈 洋洋洋洋一堆的 而且都是男人跟男人的通讯 实在有点奇怪 对 打得比给女朋友还多 然后法官就问了半途先说 那为什么你要打那么多电话给别人呢 他就说因为我们是同一家电信的 所以网内互打比较便宜 这理由法官根本就没办法接受 不是同样在一个连上 同样在五四两旅里面 还需要打电话吗 直接走到隔壁间就可以讲话了 对啊 那同样的问题 那法官也问了连长徐姓正 他说为什么你跟这个何江忠 有那么多密切通联记录 然后徐姓正就说 因为这个副旅长是我的精神导师 所以说他常常打电话来安慰我 那法官一听就觉得说 他这样子你们常常又是这样子 来安慰我来安慰去 那是不是就刚好串正了 原来串正是这样子串法的 看到没有 陶检侦办的方向非常的仔细 可以注意到通年记录这么多 心灵导师真的谈心灵吗 还是谈如何的串正呢 可是我们注意到 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有提到两个宪兵官 一个是五四两旅的蔡忠明 另外一个就是两六九旅的郭玉龙 这两个宪兵官有可能变成污点证人吗 注意哦 大家一定要想说 蔡忠明究竟是谁啊 蔡忠明可就是当时 侯仲秋的这个紧闭室的这个公文啊 不愿意盖章的那个宪兵官啊 结果这个宪兵官什么 他被强迫去休假了 休假完之后 居然是人事事里面的人事官 变成是蔡忠明的代理人 而盖了这个章下去 其中这两个宪兵官 好像对法官会有所正常的说辞咯 你看我们郑重介绍这两位宪兵官 在现在洪家的律师团认为 他们两个是热血好男儿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整个宋宏仲秋去紧闭的流程之中 只有这两名中尉 仗义直言不愿意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根本不服程序 也不符合比例原则 力挽狂澜 虽然最后功败垂成 但是现在我们就要郑重跟各位观众介绍 蔡忠明 五四二旅的宪兵官 也就是所有禁闭流程都要经过他手上 郭玉龙 二六九旅的宪兵官 也要经过他手上 因为禁闭是他管的 对 他们都熟悉这个业务 他们不愿意官 就是告诉你说 这是违法的 公文有问题 公文根本过不了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